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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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 那麼今天是禮拜一 這個一開盤 這個叫做片線一點低 你片線一點低盤 就是弱勢盤了 這個盤很清楚 我告訴你說上個禮拜 我說拇指內應線下週一要開盤 要開高 左高 站穩 連線17334 這個是一定要這樣做 才有辦法上去 你看今天它最高到哪裡 17316.35 17316.35就是連 禮拜四的最高點都沒有越過 你看17316.69 這個差很大 我的條件就是拇指內線 一定要開高 走高 收最高 類似這種形態 類似這種形態 它才會成立 不然的話就是繼續的盤整 那麼今天我們 我跟大家講過什麼重點 OTC 關盤在OTC之強弱 你看OTC今天開盤也是不錯的喔 我們來看OTC的開盤 還好 但是它是沒有強 沿路的震盪下殺 跌了4.37點 它的災情比上市還嚴重 也就是OTC跌了2個百分點 所以關盤的重點是OTC要支強弱 OTC既然是弱 這個盤就是再向下 再向下 我們可以看到OTC再向下 這個就很清楚了 它連五日線都沒有越過了 所以這個盤走到這邊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就跟大家講過 這個一定要嚴控止股 不能亂買股票 不能買太多 你太多太雜 你就完蛋了 我知道啦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遇到一個困擾就是說 你參加老師又一直買股票 買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二三十檔四五 甚至於三十檔都有 然後傳產股也有 金融股可能金融股也沒有用了 因為金融股長到這裡來了 你去買金融股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麼最主要是化工股比較強 鋼鐵股比較還OK 化工跟深一 這是兩個 目前盤面上追逐的 資金追逐的一個標的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資金追逐的標的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那像這種盤呢 我很簡單 我的第一通就是開片線一點點 這是片線一點點 科技類股下殺 所以你科技類股下殺 台股的盤面就很難拉上去 很難拉上去 所以你在布局的時候 金融股一直創新高 我們看金融股來講 一直創新高 它還守五日線是沒有錯 可是你沒有在低檔買到這邊買 它要休息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升息 大家都知道這個縮表 縮表對金融股也不見得好 但是升息對它絕對是好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 作戰策略是 該賣的把它賣 聯合操作把資金收一部分回來 像我會員很簡單 我都兩三支股票而已 也就佔我資金的 二十八到三十八再買股票 我一路走來都是如此 我說該賣的我要賣 多留一點現金 我很多會員一加入 老師你怎麼不叫我買股票 我說我不是叫你買股票 你手中的股票一定要先處理 才來買股票 他說為什麼這樣子 我說我一直給你扣股票 你一直賣 你裡面手裡還沒處理 你不是越賣越多 這樣我怎麼教老師 我第一一定要我們手裡的股票 賣一些條 先瘦身嘛 你才走下去 要靈活操作啊 你做股票市場 你沒有現金是不行的 做股票要賺錢 一定要有膽識 要有現金嘛 膽識看本領啦 要有現金 沒有現金 你說你叫再好的股票 沒有現金你怎麼買 而且買了一大堆股票 我跟你說 黑棟股是全土地股 你走下去嘛 腳趴走下去你就害啊 很多投資人遇到這個問題 來我這邊我都去見他 像有一台飛機在揮 沒有油了啊 因為有限 他可能揮到 譬如說揮到紐約OK 但是他開始沒有油了 你就是怎麼樣 要丟東西下去啊 使他重量減輕啊 對不對 你要先瘦身啊 郭平有沒有感覺到你啊 要聯合操作 那你把錢再拿出來再來做 像我很簡單啊 我今天依然有漲停板了 我很少講漲停板 我實在不太講漲停板了 公賀會員壓估支漲停板 還有總統會員第二支漲停板 公賀會員 公賀會員 這是真實的 我跟別的老師不一樣 我講的都是 你說一檔股票漲停板 你有沒有買 請你把證據拿出來 說明白講清楚 我當初在上個禮拜是買的時候啊 我也是有一點擔心耶 因為這個盤我知道不太穩定 但是要買好股也有機會啊 什麼叫做好股 這是十七財啊 我就下去買 很多人說老師你怎麼沒有 因為我出了不少股票 所以我敢買啊 農糧危機受惠股嘛 我當初有跟你講 然後買下去 對不對 我們分批買喔 還不一定一支買足喔 我做股票都是分批買 不會一次買足 然後今天隔天馬上漲停板 壓估支 那你說開這個高盤 你敢去買嗎 開這樣高盤 因為昨天在禮拜四的時候這種殺盤 禮拜四是殺尾盤 買到的人還賠溜溜 禮拜四是殺尾盤 你看看好 上個禮拜四是殺尾盤 殺成這樣子 我買到還被人家罵 我也說老師怎麼又套牢了 我說禮拜 你禮拜五就知道開高走高 因為怎麼樣 那是整個大盤下來 它被覆砍了 你下來放心 這支股票你把背給碰 頭痛 因為它有族群性的問題 包括我們把它看待一些 包括台肥 包括台肥也漲上來 東建 興隆 這個農糧的問題 台肥 東建 興隆 這些都是農糧 對不對 那現在就疫情的關係 當然也有疫情的概念股 但是疫情概念股總是 我比較不願意去做的原因 就是說疫情隨時會結束 所以我比較不會去做 這個股票原因在這邊 那我現在策略就是很簡單 我採取的策略就是 持股控制好 留得千山債不怕沒財燒了 該停損我也會停損 電子股我今天也停損一檔 賠到2%我也把它停損掉 為什麼要停損 有時候股票不行就是要撤退 2%收回來資金收回來 我來拚別的 要賺2%很簡單 可是你講套勞18% 28% 30% 那你完蛋了 就沒機會了 像台判我也跟你講 我91.8毛賣的 我下來也要買 5425 我下來也要買 但這個股票是慢慢來的 這真頂4958 這也是好股票 4958 我敢買 我買的我套到 我108塊買的 因為它有ABF 我看到這個 它做的ABF業績會大成長 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買 拿回的時候來買 分批買不中壓 分批買不中壓 真頂KY 第一劑營收攀高 今年雙位數成長看空投 因為它要做 它就做債板 IC債板 IC債板 IC債板在去年大漲 包括3037的大漲 新興 當然它現在在跌了 我老早就跟你講 這不要去追高 那它也跟著跌 我估計 它假如都2022年的 23年第一劑開出產能 以及2022年的第三劑 ABF廠 前往導導BT新廠 跟真正的ABF新廠 按照規劃 年底 到明年初會第一劑 股票是做在前面 不會到時候才出來的 那ABF的債板到 2030年多還切貨了 都還切貨 它的 它還切貨 所以我不擔心 因為它本益比確實是低 4958 我今天爹我也跟你講 它本益比 你看 它賺10塊錢 淨值89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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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3037怎麼樣 淨值41塊 8.98 有沒有看到 它去年賺的 它去年賺的比 比新興好 將來它的產能 可以做258億 等同什麼 等同 藍電 不是藍電 另外一家就是 藍電 仙星 再版三雄 一樣的產能 那一樣的產能 它價位 都兩三百塊了 它這個價位 100塊 通就輸了 又是鴻海集團的 你想它假如說 ABF搶單 鴻海集團會搶輸它嗎 我是用這個觀念 用長期投資的觀念 有下來我來買 我看長做短 下來我來買 安全性很高 我買股票一定是 經過深思熟利 我才會介入一檔股票 即便我套了 我會解套 我會解套 因為它的未來好 我就會解套 我就用這種模式操作 那股票本來就是 我跟你講 顧貴顯中求 今天我敢買1708 我是有原因買它的 因為它在這邊 都沒有跑掉 華人都買進 都沒有跑 這是第一個重點 它在高檔敢買 量縮敢買 都沒有跑掉 主力也沒有跑掉 我不知道主力是誰 但是我知道 它除了農糧之外 還有散裝的貨輪15艘 這就是我們要了解 基本面積顯古 你就比較安心了 你看它三月份的營收 是年增111.7 成島大成長 都是大成長 營收大成長 所以突破了 突破了 我敢買 對不對 因為我估計 你看它二月份賺多少 賺0.57 前年才賺多少 2.69 去年配息2塊 50.57 但它一個月就賺0.57 可見它有利基 0.57 你假如12個月你把它儲起來7、8塊錢 然後在股票是看未來 還有未來的驗景 所以我敢買 當然它有一定的 到一定的價格就要賣 像今天開這個盤 你也搶不到 你要去搶真的是 要吃好大油了 你敢不敢去搶66塊 前波段的高點67塊一毛 萬一假如開高走低殺下來的時候 你怎麼辦 這個是講詳心話 你怎麼辦 你沒有事先買 你買沒關係 你講也沒關係 以前有買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最近期才來買 我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在上個禮拜誰敢講 我敢講 只有我在 我敢講 那時候大家都講到什麼 講到什麼 講一些其他的股票 誰敢講東錢 我在講終點 因為我看準 可以 就進去 我們週一到週日 1點到1點30分 10點到10點30分 這是盤後的 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對 今天也滿多漲停板的 這些都要事先的布局 也不能去追高 追高它有可能一天緩轉 一天緩轉的時候你套到 像前波段你合一套到的人 現在都沒有截套 對不對 包括你說疫情 南地 很多人也沒有截套 對不對 所以疫情的股票是趁17才了 不是長眼的 它業績也不怎麼樣 只不過人為的炒作 就像高端一樣 你高端現在漲給我看看 對不對 所以股票是這樣子 17才了 像今天漲的就是這些 這些陳幾何時都是大跌過的 都是大跌過 亞洛華也很多人在講 那你高黨你敢不敢去搶 我想搶的人到底是少數 17互聯互保 保聯互聯 那你保守的人會買台會 或買毛保 毛保也不怎麼樣 毛保也不太會賺錢 對不對 那17的部分 17的部分就是21的部分 南地 你看南地 當初我在介紹的時候 你看南地這樣跌滑 南地 我當初介紹是50塊介紹 漲到100多塊 漲到100多塊 你看 它業績也很好 176塊 現在交漲到56塊起碼 你說它業績不好嗎 賺14塊 業績不好嗎 很好啊 為什麼這樣跌 馬來西亞也是 他們藏那邊也是很麻煩 對不對 像漢信 6150 一樣的道理 它賺24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它這樣跌 它這樣跌 201塊快要腰斬了 我有一個總統會員 他進來參加 他有45張 我跟他講說 砍 在這邊砍198 下來他自己又去買 我叫他再跑 他說老師他真的賺很多錢 我說那是去年 尤其是比特幣 比特幣我是不主張大家去買 中國大陸是禁止買比特幣的 比特幣我不主張大家去買 那個時機已經過了 現在漲得最多漲得六萬幾塊 而且卡板 Invidian的卡板 哇 這些這些 你買這個熟悉 買這個也是熟悉 這業績好的啊 你說這個靜電業績好的啊 這好股票耶 也是賺很多錢的股票啊 20塊啊 股票看過去好 不是好 要看未來好 你要看準的產業的未來面 台灣的產業未來面什麼好 ABF還有機會好 什麼好 5G的擴充 5G 5G基地盤都做差不多了 要擴充的部分 另外電動車也OK 電動車將來 跌到一定深度以後 我們還是會下去買 電動車我這一次買椅子也跑掉了 我不跑也不行 我買這個強茂248億 也跑啊 我也是照啊 107.5賣的 對不對 現在剩下95 我差11塊 是不是 股票有買要懂得賣 而不是只買不賣 這都錯誤的 買股要買強要買領頭羊 領先上漲領先創新高的股票 我們又要買那種股票 然後在大盤不加的時候 一定要嚴控你的止股 嚴選標股 而不要貪多 買一大堆股票 你們老師都是買一大堆股票啦 沒有像我黃世民 今天還有一個會員要來升級 他說老師我看你 我參加你當股會員 但我看你講的都是實在的話 也不會無中生有 都是你買一大堆股票 你都交代得很清楚 說明白 講清楚 這才是正確啊 這叫做誠信 你沒有誠信 你每天在講藏領板 你長了 對不對 藏領板拿出來講 很好講啊 問題是你有沒有 沒有 你沒有你在那邊講 亂不講 有一個老師啊 有一個女老師 他就說亂不講啊 去半年獎會 人家一過去就把他塞一巴掌 太無狠了 人家說你亂不講啊 我幫你損水費啊 你是假老肺的 對不對 所以做人要誠實 誠信為要緊 套勞套勞 沒有不套勞的啦 做股廟沒有套勞 你給我騙 那有說公廠庭 他那裡套勞一堆股廟 他沒說 對不對 做人要誠實 聖棍到底 不知道我的意思 我們股票超過五檔 你有沒有看到老師 我這個就是 我跟大家講 等一下這支 換句話會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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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激動 隔日衝三日衝追求績效 市民以理感恩 母親節感恩大優惠 我們把時間拉長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 我來處理 我來處理你的股票 把Discount打下來 小股大碗 我真的是有心 要幫助所有的投資人 我不是那一種 只要找會員就好 我不是那一種 我不會講騙人的話 我不敢講 這麼多 你說騙人要休息人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要止跌要看上跪的 那麼在上個禮拜我跟你講 要開高走高 站穩收最高 要站上連線才可以 今天一開盤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看到OTC就知道了 OTC非常的弱 跌了2%左右 比大盤還弱 像長期投資的我們齊鴻 從90塊開始做 我低買高賣 這一次在120幾塊賣掉 我下來也準備要接 但是我不會亂接 我買的話是分足勤買 這個3017 這種好股票也是被錯砍 沒有辦法 打到月限 打到季線 大盤已經早早有季線 這種都是好股票 那買股要驚險不要亂買 像你看我們買的這個 東檢上個禮拜四買的 我公開的講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 誰買 怎麼買 哪一個時間買 買一個點買 對不對 隔天賬天版 我們公賀會員賬天版 公賀會員賬天版 對不對 這個不會是假的 我假如這個拿出來假的 這個會員 他另外給我抗議 我跟你講 你老輸了 你學會講 對不對 我哪一個族群買的 哪一個族群賬天版 總統會員 單股會員 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分散 大家股票就是兩支三支而已 有的有買這一支 有的沒有買那一支 這樣子不同 所以這個股票就是 內洋人看門道 外洋人看熱鬧 買股要買牆 要買領頭搖 像東檢這樣子的 你利用這一支股票大跌的時候 有些股票會像它那樣子 跌深的大幻彈 你要跟著我來布棋 領先上漲 領先雙新高 我們從基本面前股做到 我們不要超過五檔 代金一定代出 也離到老 一定有停損 不對 我們停損 可以做當日沖 盡量不要做 要隔日沖 三日沖 追求績效 長短配置 短線就是隔日沖 三日沖 長線我們可以用激動的資金 高賣 低接 核心子股來為操作的模式 歡迎你加入我們賺錢的行列 市民你一起感恩 好理敬見 母親節 我們把時間加長 把Discount打下來 你的股票就是我的事情 我會幫你處理 一檔一檔處理 該賣的就賣掉 會賣股票也是賺錢 我們祝大家操作順利賺大錢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拜拜 本土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